小猴子并没有调皮捣蛋 他只是想吃奶 结果被妈妈一顿暴打 他的样子看上去特别可怜 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小猴子已经被他打得奄奄一息 看样子伤得不轻 见幼崽不走 猴妈妈赶紧过来把他带走 接下来他的操作让人愤怒到极点 他竟然把幼崽的脑袋踩在脚底下来回摩擦 小猴子的生命力极强 即使这样 他还是选择不离不弃 他一直抱住妈妈的后腿 看上去特别可怜 其实小猴子也不想这样 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如果没有妈妈的保护 别的兄弟姐妹肯定会欺负他 他哪里知道 由于他的这一错误决定 接下来他被妈妈打得更惨 被幼崽紧紧抱住后腿 母猴行动起来 小猴子非常执着 不管妈妈怎么对他 他都要和妈妈在一起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妈妈终于把他搂在怀里 也不知道这只母猴是怎么想的 如果不是他的幼崽 他绝对不会让他吃奶 既然是轻生的 却对幼崽如此凶残 他特别反感幼崽抱着自己的后腿 他再一次向幼崽施暴 小猴子始终没有因为妈妈的暴打而选择放弃 他们就这样一直前进着 可能是幼崽妨碍了他的行动 母猴再次把他摁在地上 猴子作为灵长类动物 他们的智商很高 视力也很好 他们能够很准确地判断距离 猴子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 猴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们可以吃最好的东西 他们和狮子一样 首领会保护整个族群的安全 除了猴王以外 里面还有二猴王 二猴王会管理猴群中的大小事物 他的植物类似于工厂里面的主管 猴王可以和猴群中的任意母猴动防发主 但其他公猴就没有那样的待遇 哪怕是二猴王 他也不敢乱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只小猴子怎么样了 他还是那样一直抱着妈妈的后腿 不过 这一次妈妈彻底怒了 他再一次对幼崽暴打 小猴子的生命力确实很顽强 被妈妈无数次暴打后 他竟然还能这么坚强 其实 只要小猴子趴在妈妈背上的话 他可能不会被打 他这样抱住妈妈的后腿 时间久了 妈妈会感到特别累 他会非常反感 这种负重前行的滋味特别难受 母猴也没有办法 毕竟是自己亲生的 别说是猴子 即是人类 如果孩子一直抱住自己的腿 肯定也会发火 为了搞清楚他们究竟要去哪里 摄影师一直在后面跟拍 这些猴子并不是野生的 他们生活在一家动物园里 他们从来不愁吃 他们就这样一直走着 如果再这样继续走下去 小猴子肯定会再次被打 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法律约束 想打就打 非常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